好 接下来看到花莲远东百货的周年庆 29号正式起跑了 那么推出超过万组的超优惠组合 以及满千送百的活动 那么上午还没有开店 就吸引了不少民众来排队 尽管上半年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远百花莲店也推出了VIP的抢先预购的活动 仍然不见许多民众在周年庆的第一天 来排队抢购的热情 花莲远百周年庆29号正式开打 尽管上半年度受到疫情的冲击 无法出国 仍然不减民众消费的热情 一早还没有经营 已经吸引了不少民众 等着入店来抢购 就怕错过了任何好康 从今天10月29号开始 一直到12月2号 总共35天 这次我们远百中心准备了非常多东西 因为这次受了一些疫情 一些国律的影响 很多观光客没办法出国 但是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 像我们这次的化妆品 顶级化妆品 还有我们的家电 甚至我们的橄榄油 以及我们一些精品的手表 这是在我们预购期间 都已经创造30%的成长的佳机 那这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准备更多的一些优惠 包含橄榄油一些家电 甚至无法出国的国外的好东西 我们这次的网络 在我们这次中年庆里头 消费者只要使用App的话 除了可以享受该有的优惠之外 我们还可以多送一些赠品以及点数 希望就是消费者能使用 更聪明的购物 他能当下购物之下 马上就会使用Apple 折换抵用券 甚至加上点数跟抵用券 希望就是在无纸化的方面 在原版方面 也就是在绿能以及环保上面 也做净分力 有不少民众早早做好功课 锁定特定的品牌来排队 因为就是有看到中年庆程DM 然后录池的官方也有寄送一些 那个简讯这样 自己用跟家人一起穿这样 原版也特别针对振兴券 做凭纸本3000送300的加码活动 而周年庆最夯商品进口橄榄油 今年150组不到30分钟也全数卖完 更多的优惠讯息 民众可以上脸书的粉丝页 搜寻远东百货花莲店 记得蒋邦雁花莲师采访报道